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在日历上还有多少天要过年都在那里标出来 但是现在国内很多人对过年过节已经没有了期待 为什么呢 说现在过年缺少了年味 缺少了年味 缺乏对过年的热情和向往 原因是五花八门 什么原因都有 经济不景气 过年有压力 还有什么怕团聚会互相传染 还有什么怕坐在一起 亲戚之间会互相攀比 明争安斗 你小孩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小孩高考多少分啊 结婚了没有啊 抱孙子了没有啊 七大姑八大姨 很多的这些盘问 搞得大家现在对过年已经没有了期待 可是弟兄姐妹 在我们即将来临的圣诞节 你是否有期待 你对我们即将来临的圣诞节期待吗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你期待圣诞的话 你是期待圣诞的什么东西 是因为期待和家人一起的团聚 是忙碌了一年之后期待它的放松和假期 是期待热闹的气氛 还是期待商场打折的商品 在将近三千年的时候 上帝感动先知以赛亚发出了一个预言 哇 真的好久之前啊 三千年前 上帝就感动以赛亚发的是什么预言呢 就是刚才姐妹为我们读出的这一节的圣经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世 玄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还想两个星期啊 圣诞节就来了 今年还特别这个奇怪啊 我们圣诞节正正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啊 好特别 三千年前的以色列 他要等到这个预言的应验 他要等多少啊 等多少年啊 等三千年 不是 三千年就是到现在了 三千年前的以色列人 他要等到这个预言的应验 他要等七百多年 大概是七百三十年 也就是说 当他们得知圣子耶稣基督要降世 人们要翘首引颈 等待七百多年 才会看到这个婴儿真的降生 是个非常漫长时代的一个期待 为什么上帝要给他的子民有这个预言 为什么要给他们有这么早的一个期待呢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研读一下 第一样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神顾念我们 要早早的就给我们心中放下一份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是盼望啊 盼望就是对好事要发生的一份期待 对好事要发生的期待 叫做盼望 那你说到坏事呢 我期待坏事发生 那叫什么 那叫忧心挂虑 但是对好事的发生就是一份盼望 可是这个盼望是什么 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我们现代人有很多人心中活着是没有盼望 为什么 谎言欺骗太多 你答应我的事情真的会兑现吗 不敢盼望 不敢盼望 失望心碎太多 时间太复杂 变数太多 想到未来感到的是什么 就是忧心挂虑 不敢也不会去期待好事会发生 一想到未来 很容易就是往哪方面去想啊 往坏的方面 Katinka Could you please pause this for me Just stop 点击 点击 也许是因为谎言欺骗太多 也许是因为失望心碎太多 也许是因为世间太复杂 变数太多 当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 很多人心里是没有盼望 而有的是什么 是忧心挂虑 不敢也不会期待好事发生 所以想到未来的时候呢 都是往坏的方面去想 所以因为这个情况 有些人就这样主张了 主张什么 主张说我们活着不要有期待 因为你没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 就不会有失望 对了 可是我跟你讲啊 他说这个情况呢 因为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嘛 你就不会有失望 然后怎样呢 当好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 哎呀 生活还是充满惊喜的 那这个话听上去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 但事实证明呢 如果人活着对生活没有了期待 就少了动力去努力 不期待了 完全怎样 躺平 摆烂 不期待了 所以反而怎样容易陷入消沉和忧郁当中 可是当你心中有一份对美好的期待 你有这份盼望 盼望就给你有怎样 努力的动力 让你现在觉得 就算我的努力是辛苦的 我也是怎样 我也是值得的 我会挨过去的 因为我的隧道尽头一定会有光明 可是盼望要来自哪里呢 盼望来自哪里 盼望要来自我们的上帝 唯有神赐给我们的盼望 才会让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信 可靠 爱我们的神 以赛亚书关于上帝要赐给我们旧约的预言 就是要放在人的心中 在黑暗的当中 早早的就要把这份盼望赐给你们 这个盼望而且是怎样 是非常可信可靠 如果你刚才觉得 哇 要等七百三十年 哇 等好久啊 其实我跟你讲 这都不是最久的 最久是什么 最久是从创世之初 在亚当夏娃的时候 在人类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上帝已经宣判撒旦要受咒诅 然后在受咒诅的当中 上帝已经把一份盼望悄悄地藏在了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 上帝对蛇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那这个应许当中就隐藏的什么 隐藏的一份盼望 虽然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挣扎在当中 但是最后是怎么样啊 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啊 圣子耶稣基督 会伤蛇的头 这是致命的对吧 但是你要伤什么 只是伤她的脚跟 脚跟是最不起眼 最不需要防备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那个时候创世之初 神就已经把一份盼望 这份救赎拯救的盼望 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会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神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线光 这线光照在谁的身上 照在全人类的身上 让我们不至于感到因为始祖的犯罪 我们就从此怎样 落入死地 落入绝境 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那刚才呢 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 是以赛亚书的九章第六节 对不对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 第九章一开篇的时候 第一第二节神说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第二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 一二三 从前神使西部伦地和拿夫塔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着沿海的路 约旦河东 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当以色列犹大国被神审判 以亚述王为审判的工具 当时候呢 受压迫最深的是哪个地区的人民啊 就是这里 西部伦这个地方和拿夫塔利 这两个地的百姓受的压迫 是最深的 然后上帝怎样 上帝施行审判 施行拯救 从哪里开始啊 从受压迫最深百姓最痛苦的地方开始 上帝怜悯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怜悯什么 给他们一份盼望 给他们一个应许 说我会降下大君王 他会发出大能之光 照亮怎样 黑暗无助之境 仿佛就突然之间就破晓了 仿佛你之前感到非常的黑暗 然后忽然之间怎样 就可以欢呼雀跃 因为晨光来临了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纵然要等 但是拯救必定会来到 再大的黑暗也会成为过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光景是什么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现在正是处如一段黑暗的隧道当中 也许这个隧道是你的生活 也许是你的育儿 也许是你这个担心孩子的前途 也许是你的工作 很多其他的方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今天跟你说什么 心存盼望 心存盼望 一定可以撑过去 因为神应许你拯救 一定会来到黑暗的尽头 一定有光明 第二样 神告诉我们这么久之前 就让我们心存期待 期待什么 因为他要赐给我们救主 不光是盼望 这个盼望到最后 哎 面纱揭开了 谜底揭晓了 盼望是谁啊 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圣经 这次我们连第七节都一起读好吗 来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因有意 因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尖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位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知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感谢主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神应许我们 他说这一婴孩赐给我们 政权会担在他的头上 那我们看婴孩 我们自然会想到 这个婴孩是什么 肯定是人对不对 但是怎样 他说 他的国度会怎样 从今直到永远 哇 谁的国度可以 从今直到永远啊 只有神的国度可以 在这短短的 这两节的圣经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就是主赐给 神赐给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 他是什么 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然后他要名称为什么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什么意思 以完全的能力 来施行神 智慧的旨意和计划 他是永在的父 以永远的父爱 来保护百姓 名为和平的君 和平和谐 是在他的国度里面 他会把爱和能力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在想到 这个奇妙测试的时候啊 我就想到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受死和受难 想到这一点 我就真的很感叹 我说主啊 你真的是奇妙的测试 魔鬼是想要杀害 主耶稣 借着犹太人的手 把主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 魔鬼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觉得怎样 胜利啦 到此为止啦 我把主耶稣的工作 和他的生命 都画了一个什么 句号 到此结束 可是他再也没有想到 这其实也是神的计划之中 哇 我们有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谍剑片 谍中谍 记中记 谋中谋 我每次想到 这个奇妙测试的时候 我就很感叹 我说魔鬼做的这一切 以为自己计谋得逞 却不知道自己 也成了神计谋当中的 一个工具 主耶稣 一死 替我们偿还了罪债 在第三天复活 又证明给我们看 他已经胜过了死亡 这是魔鬼和所有人 做梦都想不到的 主是我们奇妙的测试 今天这位主 也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已经接受他 为你的救主 为你个人的主宰 就说明你会怎样 你时时刻刻 你都有一位奇妙测试 在你的生活当中 哪怕你走到了一个 好像自己收拾不起来的 一个烂摊子了 我搞坏了 我搞差了 我怎么办 我搞烂了 我现在做不起来了 奇妙的测试 求助他 他会怎样 他真的就是可以用我们中国的这句话说 化腐朽 为什么 为神器 因为他是化死亡 为生命的主宰 这位奇妙的测试 会带领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走过 哪怕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交托给主 主会把它从不好变为 不是好啊 是变为非常好 非常好 超过你的所想所求 在全能的神的这一段 我们看到这里 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话 他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 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大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智大者的右边 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是什么样的主啊 是全能的神 他以他的大能是可以托起整个宇宙 我看过一个小小的见证啊 那好像是说马丁路德啊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家 有一次他非常的忧郁 然后呢 他的太太呢 就穿了全身黑色的衣服 黑色的帽子 头巾这样子 面纱 就好像要去赴丧礼一样啊 就完全全黑了 像寡妇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马丁路德就问他说 谁死了 他太太就说 上帝死了 他胡说 上帝怎么会死啊 他说对呀 既然上帝不会死 为什么你如此忧虑呢 他说 当你感到忧虑的时候 你看什么 你看向窗外 你看到外面 绿树在不在 在不在 在的对吧 蓝天在不在 在 白云在不在 在 宇宙还在 说明神怎样 以他的大能 还在拖住宇宙 如果他能拖住宇宙 为什么他不能拖起 你的忧虑呢 让我们可以放心 把我们的问题 交给全能的神 还有一句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我很感叹啊 上帝赐给我们 有父亲 有母亲 父亲的角色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 上帝是什么 是永生的神 在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呼喊了一句话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作为神 他有一个公义的这一面 在这个时候 公义彰显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身上 背负了全世界人的罪物 神这个时候都要怎样 弃他而去 罪 就使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 可是他没有喊说 我的父 我的父 为什么离弃我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当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以自己的生命 替我们偿还了罪债 我们就可以怎样 和父保持和睦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呼喊说 我的父 我的父 因为父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姐妹 你地上深深的父亲 还有没有健在 你深深的父亲 有没有是完美的父亲 还是他其实也做了一些 让你伤心的事情 无论怎样 今天已有天上的父亲 这位天上的父亲 就是我们的神 他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的身边 地上的父亲 给你血肉之躯 可是事实上 也是上帝通过他给你的 但最重要的 地上的父亲 不能给你的是什么 是你的灵魂 灵魂才是让你的生命 能活起来的最重要的部分 灵魂从哪里来 天上的父亲 赐给你有灵魂 他是全人类灵魂的父亲 永远不变的父爱 爱护他的百姓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位讲员在讲道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这个父亲 天上的父亲 他怎样 他这个拖带着我们 那我们想一想 母亲抱孩子是怎么抱的 母亲怎么抱孩子 这样抱对不对 父亲是怎么抱孩子 让你骑在他的肩头上 手抓着他 对不对 抓着两个小手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让我们可以怎样 坐在他的肩头上 给我们有更高的眼界 更高的看到 让我们可以来面对未来 还有最后一个叫什么 和平的君 哇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来想到这个和平 真的是太宝贵了 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这里 圣经这里 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谁的平安给你们呢 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他的平安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说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什么叫做我的平安 我的平安和世人所赐的不一样 我想来问一下大家 你会觉得什么时候有平安 你的平安 它的根基是什么 常常这个根基来自于什么 来自你自己手上的资源 对不对 我们在自己手上的资源找平安 七贤啊 子孝啊 经济无忧啊 什么什么自由啊 财富自由 我们都看的都是什么 自己手上的这一切 可是我们手上的这一切 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但是神所赐的平安是怎样 超乎我们地上可以拥有的平安 你地上健康突然没了 你就不平安了 你钱没了你也不平安了 你吵架了你也不平安了 你没工作了你也不平安 都是关乎你自己的资源嘛 可是神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我的平安不像是人所赐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份平安就是你即便生病了 即便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 烦恼 神给你心中有一份平安 这份平安让你知道 你所拥有的资源是超过你手上所有的 昨天就有一位姐妹 她跟我说她健康的状况 她说当这个状况第一次发生在她身上的时候 她真的蛮慌的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突然就不能走了 突然膝盖痛的不得了 可是后来她祷告这个事情过去 等到魔鬼再试探她 再回来这个痛又回来又不能走的时候 她说我心里面非常平安 为什么因为她所依靠的不是她的脚能够走 她所依靠的是照脚照腿照膝盖的天地万物的主宰 那靠着这个主宰结果怎么样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哎又可以了又可以 疼痛感就这样忽然就消失了 啊她下午的时候打电话 不是打电话 发微信给我的时候好开心 她说你猜一猜我现在哪里 我听到这个背景很嘈杂的声音 我就知道她在外面不是在家的床上躺着 她说我现在在shopping mall 跟老公好久没出去走走了 我可以出去走走了 神赐给你一份属天的平安 超越你的环境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的是一份非常宝贵 所以恳请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你心里面也要对属天的平安有一份这样的渴望 不要依赖你的金钱 名誉 学位 物质享受 来作为你平安的根基 如果作为这样平安的根基 那个不叫平安 那个叫唯恐失去 你天天都很恐惧 你拥有的再多也不会 但是今天你拥有属天的平安 就超越了地上的这一切 那像我自己我也觉得平安真的很宝贵 我每一次上来讲到 我跟大家问安的时候 你不会听见我说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都会说弟兄姐妹平安 因为平安就是我们每个人所最需要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早就会有这个救主降生的预言呢 因为神说我要赐下我的同在给你们 神早早就告诉我们 你不要害怕 不要孤单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地上的人可能不能永远的陪伴你 但是我要天天与你同在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同样啊 同样时期 一个他发出了预言说婴儿会诞生 还有怎样 在第七章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们 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 看呢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我相信这个名词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你可能都有见过 我们你要说我没有见过呢 那等一下崇拜结束之后 出去吃茶点的时候 你的眼睛不要看茶点桌这边 你看这边 还有我们的这个墙上挂了一个好大的扁 写的就是什么 以马内利 什么意思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啊 圣诞节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那有些人说说 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都不知道 主耶稣其实啊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 你们拿的这个日期啊 是异教徒拿来拜太阳神的一个日期 这话说的对不对 说的是对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 那么所以娶了一天 但是这一天没有关系 其实是21号26号28号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主是来到这里是要与我们同在 他不是只有一天与我们同在 他是天天与我们同在 圣诞节是哪一天啊 圣诞节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主都与我们同在 经文这里清清楚楚的记载 他说以童女怀孕生子 以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与我们同在 我觉得童女怀孕这一点对于我来说 我每次看到这我就看到什么 看到没有信主前的我自己 因为我来自中国嘛大陆 我们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 哇一接触基督信仰 什么童女怀孕生子 我很难接受非常的难接受 这个时候有人就跟我这样说 他说那你认为生孩子要怎么才能生 我说这不常识吗 一男一女才能生啊 童女怎么生啊 他说对了 一男一女能够生 那是普通人就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神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今天相信的是人还是神 你有什么稀奇吗 一男一女结婚之后 你都可以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都可以 有什么稀奇 那是普通人的座位 可是今天童女怀孕生子是神的座位 我们常常犯什么错误 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们会把一个普通的人啊 当成神 因为他的地位很崇高 哇就把他当神一样敬拜 跟他握了一个手之后回去十天都不洗手啊 哇太太这个 以前我们是可能是领导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他们的歌星啊 影星啊偶像啊 哇追星把人当神 然后等遇到了真神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神要拉下来 当成人来衡量 说哎呀你怎么可以童女怀孕啊 你怎么可以死人复活 当然可以啊 因为他是神啊 你所拜的是人还是神啊 你要问一问啊 那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把人当人 把神当神 童女怀孕是显出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要童女怀孕啊 避开人类遗传的这个罪性 完全没有沾染到罪性 完全清白 第三样是什么 第三样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 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 这事真的发生了 预言真的应验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 订婚了啊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当众羞辱他 当众羞辱 哇那这以后他还怎么嫁人啊 想暗暗的把他修了 正考虑这事的时候 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 向他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什么救主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整件事的发生 我们一起来读22到23节好吗 如果看得见的话字比较小哈 123 这整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主既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临近圣诞了 我们临近圣诞 我们真的要感恩赞美 神赐给我们的是以马内利的主 我们不需要走到一个特定的庙宇 才能找到这位神 他与我们时时同在 日日同在 在任何的地方 你想跟他祷告就怎样 就直接一个祷告 他就在你的身边 就可以跟他来清新涂一 随时随地 在你的家中 你家里客厅行不行 可以厨房可以吗 可以走廊可以吗 可以 浴室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跟你讲我有很多次啊 因为那时候孩子都小 唯一我的这个 有一点点私人空间的时间 是在哪里啊 在浴室 门关起来 就这样 有的时候我两个儿子还要过来 我说 Stop Give mom some privacy 给我一点隐私空间吧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可以安静 可以来心里面跟主来祷告 可以说话 随时随地 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主 亲近主 把你的事情告诉神 我说开车在路上我也会 有一阵 我的教会呢 是要开M4的 每一次上这个M4 我差不多次次 我都会看到有一个车祸 我自己也很担心 我一上这个 我就要祷告 主啊 保护我 给我可以出的去 因为我要并线嘛 等并了线呢 车速都很快的时候 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车祸在那里 然后有警察啦 有那个ambulance啊 医护人员围着呢 我这样子刷一下开过 我都会祷告的 我说主啊 求你怜悯那个司机 让这件事情可以尽快解决 就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就开过去了 我也不认识那个司机 但是我自己知道 一个有车祸的人 你想心里面多么的焦急 多么的不方便 可能他赶着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要被打乱 接下来可能有两三个星期 都没有车子用 所以我开过去的时候 我说主啊 求你怜悯 我都是这样 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呢 这来不及 我都会讲英文 Lord have mercy on them 我都是这样 Lord have mercy 你也不知道那个人的生命 是多危险 是小伤 没伤 还是重伤 是吧 我们都不知道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样圣诞节的时候 让我们来亲近 这个以马内力的主 现在在你的心中 你挂念谁 你放不下谁 随时随地 你想到他的时候 你就为他祷告 你放不下谁 你祷告 就把他交托给主 现在三年的疫情 对经济也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 你忧虑能够解决问题吗 不能够 祷告 求以马内力的主 来带领你 走过面前的道路 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有薪水的阶层呢 害怕有失业 这个没有工作的人呢 说外面很缺人 可是往往也找不到合适的 那在校的年轻人呢 现在呢也很麻烦 天天都上网课 我这要怎么毕业啊 这到底学到的东西没有啊 我将来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我跟你讲 昔日三千年前哈 以赛亚先知给我们的提醒 给我们的预言 今天依然历久长心 历久长心 神依然是我们以马内力的主 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说 哇 圣经里的人物好幸福啊 比我们幸运啊 因为他们有这个先知 直接告诉他们啊 还有在新约的 可以直接看到主耶稣 我说我们也很幸运啊 我们也很蒙福啊 因为今天神的话 都已经清清楚楚 以我们看得懂的语言文字 写下来了 而且很多的预言 已经应验了 我们不需要再翘首以待 你想七百年 会不会当中有人 等就等不下去了 就灰心了 就认为说上帝 这个讲骗话了 可能有啊 等七百年啊 没等到就已经死了 是吧 可是我们今天多有福 我们已经等到了 无论是风雨还是黑暗 以马内力的主与我们同在 你只要抓着这位神 你走前面的道路 有神就有出路 有神就有前途 有神就有祝福的结果 在后面等待着你 上帝对人类的救恩 其实是分为五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是基督的降生 来了没有 已经来了 对吧 两千年前已经来了 第二呢是什么 基督的受死 有没有为我们受死 已经实现了 这个已经应验了 第三是什么 基督的复活 有没有复活 复活了 第四是什么 基督的升天 有没有升天 也已经升天了 最后一步是什么 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再来 五个步骤 前四个都已经一一应验了 到第五个 今天轮到谁 要心怀 盼望 翘首以待 就是我们呀 我们现在就要怎样 要等候 虽然未来 但是主的信实 已经证明给我们看 这预言一一最后都应验了 我们的等待 是有结果的 是值得的 我们的盼望 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等待 主基督的第二次的到来 昔日 他们的期待没有落空 神为以色列人成就了 期待期待到最后 奇妙的救助实实在在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有这样 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跟着我们的主走前面的道路 他是怎样 他是昔在 金在 永在的主 再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来 圣诞节要到来的时候 恳求上帝 帮助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我们在网上 这个听到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怎样 心怀盼望 仰望救助 十足的信心 知道我们的神 日日与我们同行 每天都是圣诞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顾念你所爱的孩子们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光景 你知道你需要赐给我们心中有盼望 要心怀盼望 面对人生 更重要的 你要让我们把这个盼望 放在救主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 有限的资源上 我们感谢主 主啊你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信主之后 都是康庄大道 都是鲜花满布 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 在一切的风雨当中 你都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求你牵引我们的手 让我们日日与你同行 经历你的奇妙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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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阿们 阿们 杜花满布